大姐夫 这谁的 我的 门口张老板那个玉器店买的吧 你咋知道呢 多少钱买的 100 100 哎呀 干嘛 100块钱买的 什么的 他怎么会是100块钱呢 二姐夫 说什么事 玉器店张老板呢 这个由于资金周转不开了 店马上搞闭 就差这100块钱 就能把店救火 晚上呢 我们超级你这个马 哦 这么回事啊 对 哎呦 大姐夫 哎 你说你这个100块钱买这么个大物件回去 你媳妇大米粒他能高兴吗 只听是就急眼了 但是没事 我回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 大姐夫 你这个人啊 反正是小区不管谁有了难啊 你就会帮忙 对 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但是小脸 你这次做的也不错 爱心满满的 但是鉴于你们两个的这个经济实力肯定不行 是吧 那这样吧 你们把爱心都传递给我 好吗 哎呀 我给你们解决了吧 什么意思 来 这是1000块钱 啊 你拿着 哎 哎 100块钱 你给那个玉器店张老板 剩下900块钱 你俩分分 好啊 哎呀我的妈 哎呀我的妈 100变1000了 啊 顺芳 哎 顺芳 哎 顺芳啊 啊 我跟你说 怎么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呐啊 越来越好 爱心满满 哎 这得跟你跟你学的 咱不会变了这事吧 我要是后悔 我是你孙子 我管你叫爷爷 这帮邻居听见没 听见了吧 他要后悔 我就是他爷爷 都听见了吧 哎哎 哎 高刚子 哎 这事你也不能后悔啊 我不能后悔 我要后悔 你是我爷爷 我是你孙女 行不 听见了哈 天见了吧 哈哈哈 好的啊 好好好 哎呦我的妈妈太好了 太了 哎 把这个你这42拿走 哎呀 剩下这1000块钱 别让老板送过去 不是 这100呢 给张老板送过去 900咱得咋分呢 干什么玩意 分啥呀 都给人家张老板送过去 都是他的 都是人家的 明白了 去 去 张老板 哎呀 不是 不是 哎呀 张老板 哎呦 妈呀 你咋来了呢 我送店那个乳来了 这个镯子鉴定书 那谁 那镯子赵经理收下卖 收下了 喜欢不喜欢 老喜欢 老张 钢子 来来来 快坐着 我跟你说老张 经济上遇到问题了 你就说 大家帮你 你还用拿什么镯子卖我 干什么这是 钢子 这就是那镯子的鉴定书 太好了 把那钱给张老板 忘了忘了 这个 啥钱 成了吗 卖多少钱 一千块钱 赵经理说了 都是你的 不是 不是一百吗 真剩一千了 是这样 我把这个镯子呀 我卖给钱算分了 给了一千块钱 这要窟窿补得 磁磁磁磁的 卖给谁呀 钱算分 钱算分啊 哎呀不行 那啥 刚上 你给我要回来行吗 那镯子我不能卖 为啥呀 整地的 他 我这一抄旗啊 那镯子我拿错了 那是我媳妇的家壮不能卖 你怎么拿错了 你家俩 到 赶紧找钱 这分 把这分拿出来 快去 把这分 干什么 你干什么 要了 求你 要了 我想找你的 见你叔叔 对对对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是不是 那那那那镯子 有这么个情况啊 镯子他他就不卖你了 是吧 去去去去去 我钱给你没有 你给我了 镯子是我的 不是 我现在把镯子买回来 一千块 你等会儿 后悔了是吧 西方丁女们 后悔了 怎么办 不敢 不是你们别 就知道 你们 不论 刚才不是说吗 爷爷 爷爷 你给我 我不给 哪有你 不卖了 你看啥 不卖这个 你怎么这样 我的镯子 我的镯子 完了 我的镯子 你小脸 哎呀 我的镯子 这可不是我啊 不是你啊 你摔的啊 我我我 我 我摔一下 我的镯子完了 我的镯子啊 哎呀张老板 不是 你这尿急啥呀 你 去大老姐妹你 我不是一个镯子吗 我呸 一百块钱 那啥呀 他 他不是一百是五万 五万 啥呀